本地新增9042起冠病确诊率连续第二天少过1万起 新增病例当中1444起聚合煤炼检测成阳 另有7598起是通过快速抗原检测发现的低风险病例 再有8人因冠病并发症事实 卫生部网站的更新数据显示 目前有1310个冠病患者住院 171人需要输养 37人在加护病房 每周社区病例增长率为0.84 新增病例当中8941起是本土病例 输入型病例101起 目前累计病例948478起